大家好 欢迎来到禅静 开始今天的分享 我12岁开始对佛法友好感 14岁开始确立佛法信仰自是皈依 到今年 我34岁 整整20年过去了 我经历过的大大小小的各种感应 都记不清有多少件了 如果要全写出来 难保不会有遗漏 如果只写一两件 又实在难以抉择 所以这个问题我虽然点了关注 主要也就是想看看别人的经历 然而就在刚才 我看到了一个令我稍感郁闷的回复 所以 作为一个三宝弟子 虽然我是佛陀批语的四种马之中 最烈等的那一种 还是忍不住再次给佛法抹黑的冲动 也就是想要讲讲我亲身经历的一些感应 额 准确地说 我不是一个合格的佛教徒 佛法的基础知识 我掌握的只有一点皮毛 并不吸头 佛法的修行 我并没有完全不打折扣的去努力事件 甚至 真正的修行我还没有出级 现在做的只不过是积累资量的前行阶段 但是我的作业也常常错漏百出 从来都交不出及格的答卷 虽然对佛法提倡的生活方式 心向往之 但是也常常随着欲望和情绪的起伏 而常常动摇 退转 总的来说 如果佛法是一所学校 包括从幼儿园到博士后的全部课程 那么我就是幼儿园预备班的留几生 因为贪玩 所以只有要糖吃的时候 能想起老师 然而我的老师慈祥 可爱 宽容 而且温柔 每次我这个顽劣的幼童一心要糖吃 都会很快给我 不会让我等太久 好 感慨到此结束 以下内容是真实经历 我想粗略地把我的感应分成几类 一 求愿感应 二 放声感应 三 诵经感应 四 其他感应 由于求愿也有跟放声 读经之类交叉的部分 如果有重复之处 大家不要见怪 另外 我只挑比较大的 印象比较深刻的感应来写一写 可能有些遗漏 时间线可能也有些混乱 同样请大家不要见怪 先说一 求愿感应 一考高中 求了观世音菩萨 超分数限九分 考进理想的高中 二 高中办尖子班 进校以后不到一个月就考试 我进校成绩是倒数 但是我想进这个班 所以又求了观世音菩萨 总共招五十人 我考了第五十名 三考大学 又求了观世音菩萨 超分数限三分进了理想的学校 一表一志愿 二 一 一 四 毕业找工作 想来帝都 求了观世音菩萨 前后花了不到四十块钱放声 许愿能进京就可以 进京后吃素 经常放声 做善事 后来花了不到十块钱做简历 面试两次 签约成功 户口直签 无工作若干年后 家人着急逼婚 于是又求观世音菩萨 写了求复书 这次许愿吃素 可见我之前又跑去吃肉了 精进修行之前许愿修行 念多少经典多少圣号之类的事情 太多太多了 放声 然后实际做到的只有放声 主要是随团去 自己遇见有机会也随时随地放 然后 埋怨 找了个很符合我的预期的老公 婚前曾经犹豫 怀疑他会不会不是我跟菩萨求来的那个人 然后当天就在我家发现我写过的求夫书 只上除了我的一笔丑字 还被踩了几个黑黑的大脚印 然后我惊讶地发现 每一条他都符合 而且 其中有一条是希望他不近视 还有一条是希望他会画画或者会乐器 结果发现他竟然都符合 而且他既会画画 也会乐器 还会跳舞 又求子 因为考虑到老人的心态 我觉得生儿子比较好 因为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 其实如果第一胎不是男孩 也可以再生一个 但是我觉得还是一步到位的好 所以又一次求了观世音菩萨 求一举得难 这次我只是认真的求了一下 在观世音菩萨圣像前认真诉说了一下自己的想法 然后 大概只念了三遍普门品 满愿 不过可惜当年忘记提性格方面的要求了 现在逃得简直要上天 现在想来 观世音菩萨真是大慈大悲 有求必应 虽然我跟观世音菩萨许愿之后 常常食言比如许愿吃素 但是却又跑去吃肉 这种事我干了无数次 但是每次在跟观世音菩萨求愿 都一样还是有求必应 另外 求愿感应方面 还有跟别的菩萨求的 我只举一个例子 去年 跟地藏菩萨求一件跟钱有关的是因为 跟观世音菩萨求愿 已经食言过太多次了 觉得在求愿好像有点抹不开面子 许愿念十万遍地藏菩萨圣号 念到七万遍的时候 埋怨了 当天早晨朋友圈被地藏菩萨功德的文章刷屏 然后我还没有在意 也没有转发 然而当天白天就被告知 我求的事情成了 非常惭愧地说 剩下的三万遍圣号 我到现在还没念 另外平时求魔力之天菩萨的一些找东西之类的小愿望 简直别提有多灵验了 尤其是有一次特别神奇 我出门办事回到单位以后 发现把门禁卡丢了 我遇见了同事一起上的楼 所以没有刷我的卡 然后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 我急了 念了大概百来句魔力之天菩萨 非常虔诚 然后发现门禁卡就在桌子上 问题是那张桌子我之前已经找过三遍了 清清爽爽 干干净净 明明刚刚还是一片空白 其实求愿感应还有不少 我只挑了几个人声 关键节点和印象特别深刻的说了一下 有些小事都没有提 服饰门中 有求必应 从我的亲身经历来看 这句话真实不虚 再说二 放生感应 其实放生感应跟求愿感应有很多交叉的 但是前面提过的就不说了 我曾经随灵山居士 小规模放生组和帝都其他大规模放生组集体行动 也曾经自己一个人不用以轨随缘放生 个人体会 放生过程中的发心非常重要 本着慈悲心去放生 虽有利己之心 然而埋怨迅速的程度 获益迅速的程度 简直叹为观止 可以说心想事成 若是本着功利心 谈求心去放生 感应就不那么明显 迅速 放生方面的感应我说三件事 一 有一次放家门口菜市场的鱼 跟几个朋友约好在官员集合 大家可以自带一些放生物名 到官员再一起去买一些 我看见家门口的市场 那些鱼不知道什么原因 缺鳞缺肉 奄奄一息 我不懂是被别的鱼咬的 还是什么其他原因 只是觉得心中不忍 于是就都买下来了 到放生地点 那些鱼的情况似乎更糟糕了 我心里忧心忡忡 还疑惑这样是不是没有功德 是不是应该优先挑选那些健健康康的鱼类来放生 然而此事之后大概没几天 夜梦这些伤痕累累的鱼向我游过来 仿佛是告诉我他们活得挺好 我看到他们活得好好的 还很开心 第二天 收到一笔意料之外的奖金 那个项目我没有参与 不知为什么奖金竟然会有我一份 算算数目 跟那一年放生花掉的钱比 还要多一些 类似此事还有一次 放生嘎鱼 帝都本地野生鱼类 又名黄拉丁 当时遇见一个老爷爷说这种鱼炖汤特别好喝 我就问那老爷爷 这是野生的吗 老爷爷和鱼饭都说是 然后我就买了也是包圆儿了 去放生 到现场一看 因为那鱼身上的刺 把带子扎漏了 打得氧气跑光了 鱼看起来都奄奄一息的样子 放到水里也不知道能不能活 又心冲冲守了一个多小时 防止被别人捞走或调走 然后就回家了 过了几天 又梦见这些嘎鱼 一个一个张大嘴巴 争先恐后 好像要跟我说话 这个梦境我的印象特别清楚 因为那种清晰度 根本没办法忘记 醒来以后我闹闷了好半天 一点都不明白他们到底要跟我说什么 想起上次的梦境 我觉得可能会有收入方面的好消息 但是算了算时间 年终奖不到时候 季度奖刚刚发过 应该不会再有什么了 也就没当回事 再后来 收到一笔特别丰厚的奖金 公司开始施行签约奖励制度了 我又是沾光了一个 因为我根本没有独立签约过 第三件事也是类似的事件 不过没有我心怀疑或担忧的情绪背景 是梦见跟灵山居士一起放生 他放的余多的像条大盒 我却只放了小小一盆 然后同样拿到了一笔意外的收入 其实放生感应还有很多很多 除了这三件还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事 在大放生和金刚精的共同作用下 我战胜了抑郁症 从爬个楼梯就想从哪一层跳下去比较好 到要不要吃安眠药 再到过马路横冲直撞 完全不看车 只望哪辆车把我撞死 就不算自杀了 这种状态 到突然体会到生命的美好 完全不想去死 心地光明坦荡 欢欣愉悦又平静安详的状态 不展开说了 要不我这个回答就写不完了 第三条 读经感应 这个也太多了 我只挑几个代表性的简略说说吧 不然越写越长 他是没人有耐心看了 金刚精前面提过了 这里再说一个 去年往今年过年期间 年前 我儿子生病发伤 吃退烧要热度也不退 道而言所异查 白血球降正常值以下偏低 医院叮嘱我 三天以后回去查血 回家以后烧退了 但是又反复折腾了两三次 然后第二次去医院时候 发现化验单上的指标更夸张了 医生说这个病 恐怕全国只有儿人所能治 这句话差点把我吓死 因为孩子还在感冒中 又咳嗽又发烧的 医生又给开了一堆药 让我初八带孩子回医院复查 并且帮我预约了薛业科的号 我特别着急 回想自己这段时间过得太安逸了 却只顾完了 完全没有做功课 许愿的诵经等事也全都无限期拖着 回家就开始给孩子念金刚经和观世音菩萨圣号 主要是金刚经 因为怀孕的时候曾经许愿要给孩子念金刚经 其实也跟观世音菩萨求了 不过没有坚持天天念观世音菩萨圣号 只做到了坚持念金刚经 然后我把医院开的药都停了 除了一个增加白细胞的药 开的量本来就少 吃了两天就吃完了 然后就只给孩子多喝水 正常吃饭 给他念金刚经 一天三遍 过年期间每天都心思沉重 啥都顾不上 就觉得这小混蛋是不是要死了 初八复查 化验结果一切正常 我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 然后又坚持了不到一个月 静心又懈怠了 想想我已经快半个月没念金刚经了 典型的好了伤疤忘了疼 各位师兄千万不要学我 念地藏经的感应 其实也很多 这里就说一个 刚到帝都没多久的时候 试了试时战日送地藏经 当时觉得只有衣食封衣这一条看得到 就想有这个感应就行 然后 念了大概十几步 收到了三个朋友送我的衣服 一大包一大包的 告诉我说是旧衣服 但是很多都没有拆包装 没有拆掉牌 家里的食物也有很多吃不完 肠毛了变质了 扔东西的时候才想起来当时这个妄想 遗憾的是我这个混账 看见感应了 然后就拉倒了 竟然不念地藏经了 闲经文长 嗓子累 特此忏悔 希望我能早日重拾低藏经 普鲜行愿品的感应 某次体检报告说我有肾结石 平时没有什么太多表现 只是会偶尔腰疼 我也没在意大大咧咧惯了 当年一次去郊区寺院 参加法华经加冷眼经加三十系念法会 印象里觉得那个地方挺冷的 早起腰疼突然特别剧烈 上厕所发现尿血了 当时像完了 不过害怕了一会儿 就回到大殿继续听师父讲经 这时候师父提起普鲜行愿品的功德 我忽然想起来我以前念过普鲜行愿品 而且对普鲜行愿品的祸父有人 以身信心 于此大愿受持毒诵 乃至数血一丝巨迹 素能除灭五无见业 所有世间身心等病 种种苦恼 乃至佛刹及微臣数一切个也 接个消除 印象非常深刻 所以我决定回家以后读颂谱闲行愿品 第二天回到家 开始读颂谱闲行愿品 开始是惶恐不安 心乱如骂的 后来 一口气念了八遍 到第八遍 我知道感应了 因为情绪出其低凝定 心境出其低安稳 我知道我没事了 在上厕所 药色恢复正常 腰痛完全消失 这个时间段大概是十一期间或者是十月份的某个周末 公司十一月体检 节食没了 佛说疗治病经感应 三次 因为不良生活习惯久坐 不运动 施辣得了痴疮 第一次念疗治病经大概是前年的事 每天三遍 坚持了三五天 痔疮相失 体检结果没有痔疮 我特意跟医生反复确认 医生说绝对没有 第二次和第三次都是今年的事 前一次是因为久坐 尤其是在马桶上看小说的恶习 导致痔疮复发 疼的程度较轻 可以忍受 过了四五天 我才想起来佛说疗治病经 然后念了十遍 第二天好了 最近一次就在前几天上周 我连续吃了一周麻辣烫 还都是特别辣的那种 同时还坐死地吃了很多桂圆肝 再次犯痔疮 这次真的特别严重 痛到坐立不安 坐卧不宁 差不多只有年轻时候 某次痛到极限的痛经能与之比肩 念了十遍佛说疗治病经 然后每当痛到不能忍 就念观世音菩萨圣号 第二天好了 不过从这次到今天 我已经好几天不敢吃辣椒了 法华经的感应两件事 一坚持送法华经一段时间后 得到了暂时性的体香 别人和自己都能闻到 我身上有种特别好闻的香气 还问我是不是喷了香水 不过随着我不再送法华经 这个香气就没有了 二 去年 偶然送法华经 打望想觉得这样一品一品零散 你也会不会没有功的 然后夜梦从右侧乳房挤出来一块浓肿的东西 黄白色 类似乳质凝固成块那种感觉 醒来以后发现 自从哺乳期结束以后 就常常疼痛的胸部 那种经常突然出现的疼痛感 完全消失了 到今天为止没有再犯过 抄写送家乍经 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年我消费过度 把钱花光了 然后年贯将近 没有钱给父母每年我都要给家里一点钱 多少是个心意 我觉得很焦虑 抄经时候不自觉想起这件事 然后 很快又得到一笔意料之外的收入 这次我没敢乱花 除了还信用卡都给家里了 最后说说其他感应 一 心经 心经的胃力非常迅猛 非常强烈 我觉得心经是我用过的 最能让人迅速平静 迅速进入状态 迅速扫平一切障碍的法门 读书时候 我常常要靠送心经进入学习状态 效果非凡 一般不超过三遍就可以心很静很静 另外 作为一个不孝弟子 我常常用送心经兑付堵车自从来了帝都 我经常这么干 我做过对比 有一趟公交车从我现在住处到市区交通枢纽 特别堵车情况下 需要90比120分钟 或更久 不堵车特别狠 也不念心经 正常走 需60比70分钟 全程念心经需27比37分钟 2.虚空藏咒 之前我在别的帖子里数次提过此咒语 我亲自尝试过 早晨起床后 洗漱干净 用一杯净水放在面前 空腹送七遍实际上可以选择七遍或49遍 我懒 就选了七遍 然后把水喝掉 这个方法可以提升记忆力 正常的方案至少要坚持49天 我坚持了20天左右可能是21天 然后发现记忆力突然提高了 然后 下四地藏经所说 脱禾善力 多退出心 我又撂挑子了 没有继续念 但是这次得到的效果 持续了大约一年左右 另外补充一点 因为我实在太懒了 嫌弄净水还得喝太麻烦 所以我其实没喝水 只单纯持咒来着 但是正确的做法 是应该持咒加持净水 然后喝掉的 然后喝掉的 三 大悲咒 曾经有段时间喜欢泡佛教类论坛 看到有人多次提到附体的话题 我当时太年轻 不知道Fuag不能随便立的道理 狂妄低评论那时你没修明白 非人有本事来找我 然后 如是两次以后 中招 半夜醒来 清晰低看到一只鬼鬼很遗憾 我不知道该怎么称呼那个他 女性 笑得不怀好意 古兽如柴看起来有几分像吸毒者 身上似乎烧焦了似的 看着脏兮兮的 而且 没有脚 比正常人矮 大概只有一般人身高一半再高一点那么大 我眼睁睁看着他钻进我的身体 那种感觉难以形容 如果非要打个比方 有点像初电一样 但是更准确的描述 其实还是真的感觉有个东西钻进来了 比较贴切 身体的每一个毛孔都是站立的 然后 第二天醒过来 我并没有觉得有什么异常 但是心里还是有点害怕 打电话给当初接吟 我学佛的一位先生密宗修行人 在家人 他告诉我念大悲咒 坚持21天 每天念21遍 清晨面向东方 用三杯净水摆在面前 念完咒喝水 留点水胆到身上头顶 前心 后心 手心 脚心和环境床头 床位 门口 窗口 念了21天之后 心情特别愉悦 舒畅 感觉浑身上下没有一个细胞不舒服 没有一个毛孔不畅快 前几天喝水胆水时候会打冷战 后来就完全没事了 这件事还有一个附带的感应 就是我的视力突然恢复了正常 算是把静视治好了 不过那之后一个周末 我用了一整天时间躺在床上 把盗版的哈利波特16看了一遍 然后视力又完蛋了 4 绿度母心咒 这个咒我刚接触不久 只念过几次 每次大概两三千遍 并且每次都会得到积极反馈 你这两天好像变漂亮了呀 吃什么好东西了 我是吃货 热爱各种那条美容法 老实说这个咒我打算长期持送 不过近期有个求愿计划我又开始求愿了 哈哈 所以暂时顾不上这个 但是过段时间一定会继续持 哪个妹子不爱漂亮呢 虽然我现在是大婶儿欧巴桑 可是欧巴桑难道就不爱漂亮吗 厚颜无耻的分割线 至于各种梦境啊 闻到各种气味啊 这类的感应 我就都省略了吧 我好像头一次用手机打字这么久 好累好累啊 也不知道有没有人有兴趣看完 最后的最后 再跟大家啰嗦两句 第一 伏法不可思议 第二 伏菩萨的慈悲不可思议 我从小到大 跟佛法相关的体会 都是有求必应 即使于痴如我 懈怠如我 懒惰如我 一次次许愿不还 各种食言 但凡诚心求助于佛菩萨 总是能够如愿以偿 而且常常迅速感应 而且 我试过很多不同的经典 不同的法门 凡是我是过的 都感应过 所以 如果你是一个很有毅力很能坚持的人 在佛法中任选一个自己喜欢的法门 努力修行 一定可以万事如意 你的感应经历 其丰富程度 必将远远超过我 让我们都开始努力修行吧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了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还没有订阅的朋友 记得一定要订阅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